好,在学习完单词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文 我们先过一下整个这个课文的内容 又是 还是在这个咖啡室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Lily和Marco之间的对话 Marco Uque es esto? Iso son croquettes Es doce? No, es salgado Os crisóis também são salgados Ah, isto aqui? O que é? São pastéis de bacalhau Abeixe Que horror Então, e isto? São empadas de galinha São muito boas Nesse caso, quero uma empada de galinha E o que é que bebas? Um chá verde, claro E o como um bolo E o como uma pica Os portugues costam muito de bolos No, é? 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前面这个 Na café da lía 还是 嗯 强调一下我们这个 对话的内容 发生在什么地方啊 其实它给你一个这个 发生的位置 也是为了让你明确一下 就整个的这段话 它发生的场景 就是有助于帮助你成像啊 就是一个优秀的教材里面 它每一句话都不是白放的啊 这个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Margo U que é isto? 就刚才我们问的 这是什么东西 在这个点餐的时候啊 嗯 进到葡萄牙的这个 cafe 或者cafederia的时候 有很多人 中国人啊 或者外国人 他并不知道 他吃的那些都是什么东西 他会进行一个询问 对吧 你看 如果我指这个东西 问这是什么 是不是 我不再问这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们说的时候 然后这个Margo回答的时候 那个东西是离你经 离说话人员了 对吧 所以他要说 I su san croquedish I su san croquedish I su san croquedish I 就是 那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不是一种吃的 然后这个Lily问 Ed dos 看起来 是甜的吗 看起来像是甜的 对吧 然后结果Margo 说 No I salgado 就不是甜的 是那个 咸的 然后又说 I su san croquedish 就是那个 I su 就是那边那个 可能推测 是在他旁边 那么那个 I su 也是咸的 嗯 然后这Lily 少有点失望 对吧 I su 那我这儿的这个呢 U kia 就是这是什么呀 然后Margo说 San pastiche de bacaliao I be she I su 这个馅饼啊 是那个 雪鱼馅的 是鱼的 嗯 是一种鱼 然后 然后这个Lily说 Kohore 就是 哎呀 太可怕了 就说 从来没吃过 这个东西啊 对吧 不太喜欢 And do i isto 然后又继续问 那这个呢 那进行了多种的选择 你看到吗 他一直在问 一直在问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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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这儿 那这个是什么呢 然后 San Imbadash de galinha San muy du bois 然后这个说 这个是 鸡肉的馅饼 哎呀 终于能听到一种 就是曾经 吃过的这种东西了 然后他说 San muy du bois 就是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然后这个Lily 考虑了一下 前面那些 可能都不是很喜欢 这个听起来 还可以 尤其是他的朋友 也跟他说 San muy du bois 就是 还吃起来挺好的 但是 这样的话 哎呀 考虑了一下 退一步说吧 那我想 那我就要一个 要一个这个鸡肉的馅饼吧 然后这个Marco说 就是你想喝什么呢 你看我们说 五刻的时候 后边直接 就是动词了 对吧 当然了 排除掉这个 埃克之后 因为埃克 这是一个 不太有意思的 在这里不太有意思 只是调整语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Lily Lily说的什么 un chavere de claro 当然了 我要喝茶 我要喝绿茶 Marco Marco说 Eu como un bolo 那我吃一个蛋糕 然后 Domo uma pica 那时候喝一个 咖啡 嗯 Comer Comer 集合动词 直接吃什么东西 然后还是 Domo una pica 就可以直接加 那个咖啡的名字 啊 你说老师 这个和Domo una pica 有什么区别啊 嗯 Cafe啊 这里说一句 Cafe和Biga 是两种咖啡 这个Cafe应该是 应该是那种美式咖啡 这个Biga是那种 意大利 意大利浓缩咖啡 它是两种不同的咖啡 我们之前我们也说了 那个咖啡 有很多种名字啊 你像什么 Garo du Claro Garon is Guru 这都是咖啡的名字啊 比如可以Domara Domara Un Garo du Claro Domara un Garong Skuru 这都可以啊 嗯 只是咖啡的种类不同 其他的没有区别啊 其他的没有区别 都是喝咖啡的意思 就是喝的那个咖啡 是Biga 还是Cafe 还是Garo du Claro 还是Garon Skuru 不一样啊 大小也不一样 嗯 含奶不含奶 加糖不加糖 也都不一样 嗯 以前我会给学生 有一个那个咖啡的 那个图片 嗯 当然了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啊 可以过后联系我 找我要那个图片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 叫做 Us Portugaises Gostar Muido 还记得吧 他们说 副词要紧挨着这个动词 这里叫什么 反译一问句 又出现了 对吧 反译一问句 我们在进行补问 反译一问句 就是葡萄牙人 特别喜欢吃蛋糕 是吧 嗯 我们说了 可以 Nangosto 可以重复前文的动词 Nangosto 也可以直接简单的说 No 前面是一个肯定句 对吧 只要前面是肯定句 都可以这样 好 说完这个课文的内容 我们来 从头再过一遍 这个课文 Na Cafeteria Marco O QUE É ISTO? ISSO SÃO CROQUETES É DOCE? NÃO É SALGADO OS CRIÇÕES TAMBÉM SÃO SALGADOS Ah E ISTO AQUI? O QUE É? SÃO PASTÉS DE PACALEAU É PEIXE? QUE HORROR EntÃO E ISTO? SÃO EMBADAS DE GALINHA SÃO MUITO BOAS NESSE CASO QUERO UMA EMBADAS DE GALINHA E O QUE É QUE BEBES? U CHÁ VERDE, CLARO E EU COMO UM BOLO E TOMO UMA PICA OS PORTUGUESES GOSTAM MUITO DE BOLOS, NÃO É?